人为万物之灵 而且父母爱子女之心是无微不至的 但是真的在现世里面 有很多父母对子女是弃之不顾 有些因为她只能生一个的时候 如果生了一个是女的 甚至忍心将她杀死了 希望能够再生一个是儿子 听到这些心真的很难受 真的可以在这个情形说人不如束 因为动物的母爱是完全没有任何杂质存在 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案 这个是真事 是在报章电视台也有讲及 是在2005年11月13日的上午 在浙江省金华市南溪街 有一间叫做九封菜馆 老板叫大曾荣 这间菜馆是买羊肉的 他们并不是把已经剖了羊 拿回来烹调 而是直接买生的羊 在店面前来剖了 当时买了一只没有羊 把羊绑绑着脚 用刀磨 准备去剖这只羊 但是那只羊不断流眼泪 而肚子不停在动动 吸引了很多人在围观 当中也有电台的电视记者 围观的人很奇怪 为什么羊的肚子不停地动动呢 这只母羊大叫一声 背一声之后 她的两眼流出很多泪水 然后跟着两只脚一双 原来她生下两只 未曾够月的羊 附近的群众听到这个讯息 每个人都走来看看 所有人都认为 这只母羊是好通人性 知道自己快要被杀了 他用尽全力将都未曾到日子的羊 硬地提前生他出来 是为了确保这些羊仔 不会胎死腹中 在场的人都在惊呼 有些还流出眼泪来的 这位老板亦被山羊的无外所深深感动 最终决定把山羊帽子放回山林 并没有把他宰杀 因为当时有记者 所以把这个报导 放在电视上公开给所有人看得到 亦是在报章上卖了出来的 各位朋友 你虽然没有看得到那个情景 但你听了之后 有没有感触呢 会不会为这只山羊的举动而深深感触动了 你内心的七人之心呢 如果你有的话 希望大家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 尽量吃少点肉吧